五年前第一夫人周美青要上班都是搭公车 不过当时发生大家怀疑为安会不会有问题呢 好 今天周刊就报道了 他改搭小黄了 不过这辆计程车呢 看起来应该是计程车的模样 实际上传出来却是特勤中心配合周美青 特别买来的计程车 而且呢 每天还是请不同的随护来担任司机 为了要力求逼真 还让周美青一样 像搭小黄一样呢 照表来付费 现在得知这样的情况 很多立委就痛批 如果特勤中心真的这样做的话 贵民也太过矫情了 抓相机闪那是五年前这一路公车 因为第一夫人周美青总是特别拥挤 里头不只有媒体还有大批随护 当时被批为安有问题 没想到不搭公车的美青姐改做这个啦 开到哪就是开到马总统的家啦 穿出2008年特勤中心为了配合他 特定买了一辆计程车 每天还请不同的随护担任司机 就这么刚好 咱们总统夫人周美青每次一出家门 旁边就刚好会有一台小黄在等他 他只要这样伸手一招 就可以上车离开 这一大车多少钱 1百1 好 谢谢这个给你 为了求逼真 国安单位还真的让周美青照表付费 可是传出他们最后根本不知道这笔钱 该怎么处理 我们这个政府团队是已经马屁已经拍到 这个无所不用其极吗 那你去搭小黄 那又特别要想要去派 他特别要去找 那是不是有没有增加那个危安的问题 这样太矫情了 其实也不需要 第一夫人坐着假司机开的小黄 这一切会不会太矫情啦 对周刊报道 国安局简讯否认 表示他们从来没有买过计程车 对于周美青何时搭过计程车 也回应无从查证 但传出这么夸张的事情 究竟真如国安局所说 没这回事 还是如网友批评 假清明 真作秀 恐怕都让周美青成了剑靶 三连新闻杨上千 黄婉珍台北采访报道